好 今天政治圈的焦點 都被這個緋聞給掩蓋 那就是總統府的發言人Kolas 他去年要來競選花蓮縣長失利了 那設立之後 他回到總統府擔任發言人職位 這個官運扶搖直上 可是去年他競選期間 跟這個每天在他身邊的水戶 發生了不倫戀 真心怎麼爆開的事 水戶妻子看不下去啦 我老公整天跟他的這個 保護的上司主管談戀愛 這身為政公怎麼吞得下去呢 我真覺得說 總統府是不是已經變成桃花窟了 這幾年下來 包括很多的發言人 之前的丁允宮事件 大家還記不記得 現在又包括這個什麼 Kolas有沒有 Kolas他也傳出了布倫鏈 而且這個布倫鏈 真的是不堪入目你知道嗎 他去年10月到花蓮 去選現場有沒有 去選的時候他申請水戶 送來了一個什麼 理性的警官對不對 這個警官高大英勇對不對 原住民裡面最佳的勇士有沒有 身材很好 所以這個古拉斯 真的就被他迷住 兩個竟然就發展出不倫鏈 好 那現在最新的消息是 兩個人都說謀謀謀 對啊 打死不認 古拉斯說我不知道 他已經已婚的身分對不對 我不知道他有家人對不對 那這個理性男子更扯 他說他這個造成大家的那個什麼 對大家造成不便 對不起大家對不對 你不是對不起大家 你是對不起什麼 你的老婆跟家人 你看他把156月的對話記錄 156月 裡面我說真的都不堪入目 為什麼講不堪入目 已經不是工作上面的對話交代了 而是更加不堪的內容 已經很露骨了 講到什麼地步 你看 我們怎樣講好了 古拉斯跟他講說 我的MC來了 Lucy沒有了 什麼叫Lucy 不是電影那個Lucy 這個Lucy是講說 他如果跟這個理性警官 生著小孩之後 要叫Lucy 這太誇張了 你看 而且說實在 一個女生跟一個男生 講說MC來了 這兩個是何等親密關係 很親密 哪幾朋友才會講這個 而且Lucy沒有了 你們告訴我說 你們兩個沒有親密的行為 他整個要相信對不對 好啦你看 這個理性警官要回答說 我會一直努力 我只想要你有Lucy 非常愛媚 拚得這麼厲害對不對 令體就接下來 這是一個什麼 隨乎愛上總統府發言人的故事 感覺自己好髒好不搭 就代表他就愛上COLAS 對 而且他還給他一個代號 叫做聖母峰 高不可攀 什麼高不可攀 不是 是攀山的話 通常都有一口性暗示在裡面 對不對 而且他常常講說 我這樣每天這樣攀對不對 搞不好哪一天 我會粉身碎骨這樣 你說你早知道你會粉身碎骨 那你還一直爬 就代表說對方知道 這段戀情是不被允許 才會粉身碎骨 對嘛 而且他還告訴說 只有你一人登山對不對 你可以好好的欣賞風景 說得這麼有的 我就跟你說我講 民党會紅 的確這樣的對話內容 你說不是情侶 大家不會相信 而且還有更露骨 更加互訴情義的內容 對話在裡面 對 他們兩個人 還用那個情歌互訴情義 你知道嗎 這個李清警官傳了一個 趙永華的 《相見泰玩》 MV的連結對不對 COLAS就傳說 傳給他一個最浪漫的事 意思說我遇到你是最浪漫的事 而且還講說 暗號 這只是我的夢想對不對 而且他還講說 《相見泰玩》這首歌對不對 是什麼意思 是女方愛上有班的男生 是小三唱的歌 知道自己是小三 對不對 那你今天說沒有什麼預期的行為 你有沒有爭笑對不對 好啦你看 而且你看我剛剛也講過說 你看我很認真 但我們身分懸殊對不對 我會家破人亡對不對 這對話紀錄有這一段 對 他都已經知道 會家破人亡了 可是這個戀情 還是讓他持續下去對不對 那COLAS那時候選完縣長之後 9月1選舉結束之後 他不是回來台北 他政治明星 對 回任總統府發言人對不對 你知道他們兩個竟然 還在花蓮租房子你知道 而且在一放假的時候 這COLAS就趕快回到花蓮 要幹什麼 要趕快照一個Lucy出來 你知道嗎 這外車對不對 好 那你今天兩個人都在否認 COLAS還講說 週刊接候的爆料 是經過簡潔誇大對不對 他當然要澄清 他不知道對方的婚姻行為 我們剛才看到的這些東西 你竟然不知道對方的結婚 不太可能 對 以婚行為 我就跟你講說 你今天做錯事 認了也就算了 你今天還繼續說謊 這個對政府的威信有多大 一個總統府發言人 公然說謊 對啊 你還在那邊硬拗 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兩個人 對那個法律一點都不了解 通姦已經處罪化對不對 那你這些入骨的說法的話 你還是犯罪 已經侵害配偶權了對不對 你今天把這麼入骨閒絲的對話 這個議員的感覺有沒有 都已經落實到文字裡面了 你告訴我說 你們兩個沒有違法 誰要相信對不對 另外一個說法的 還有最近引發討論的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你說他你有在為農民付出 有約台灣的農業做事 說真的行動會證明 但是什麼行動呢 最近北農改選 沒想到農委會居然經營全變天 你知道陳吉仲當了農委會主委之後 他一直告訴大家說 農業專業對不對 那你到底農業專業 你表現在哪裡 而且你今天北農 前幾天在開了一個 那個董事會的時候 林雪大 你看所有的公股有沒有 23席的董事有沒有 現在官股只剩下9席 官股就農委會代表了嘛 農業會跟青果社的代表 對 就偏農委會這一邊的有沒有 那北市府這邊的 跟那個什麼販運商 還有其他的那個農銷的那個 農民代表全國農會代表 他都已經什麼 佔了大多數 這就是告訴你什麼 你農委會的政策 我沒辦法這麼受 連農民都沒辦法接受 對 為什麼 你今天是農業專業沒有錯 你今天農業專業這樣 我北農還要負責產銷你知道嗎 我今天老百姓的話 我今天水果賣不出去 價格果見喪農 老百姓那個農民都不知道說 我下一餐在哪裡的時候 我今天怎麼挺得下去 你這個政府 對不對 而且說實在話 今天黑的講成白的 你看他最主要是講 裡面內部的人士 這個是北農總經理翁正錡 他最有名的是這樣 他不是 他是本來是農委會 農經局的副局長 照理來講 你是不能夠借到到北農來的 你只能兼職一些沒有薪水收入的職務 對不對 可是他竟然 陳其中用留職停薪的辦法 他讓他農經局副局長的職位 留職停薪 留職停薪 對 然後去當北農的董事長 總經理 去那邊當總經理 對 另外一個受正義的就是副總經理 你知道嗎 你不是告訴人家說農業專業嗎 你知道這個陳平軒 他有什麼經歷 他以前就是什麼 520農業 農民上街頭運動 就是這個 街頭運動的 對 那接下來當了 陳其中的基要秘書 就這樣而已 也去當副總經理了 那你這個就是農業專業嗎 所以你看 這個17萬的薪水 這個十幾 將近10萬的薪水 都是跟陳其中要好的人 你覺得這不叫做那個仇庸嗎 那你告訴我 你所謂的農業專業在哪裡 而且你知道 仇庸就算了 那你有沒有好好做事比較重要 對 那前一陣子 大陸不是開放那個 他就告訴你說這是統戰 我也知道是統戰 問題是我們經歷了多久的時間 你農委會幫農民 打開了哪些通路對不對 我今天民眾自己去找通路 難怪整個關谷 會被民谷也取代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林佳欣 這個果農對不對 他想說北農總經理 養出為非坐台的長斗 為什麼 他刁難貨運業者進場 干預裡面入場拍賣店對不對 這就是農委會做縱農 就是我菜都送到那邊拍賣場去了 就讓我進場競標 那叫我菜怎麼辦 你看沒背景就算品質再好 除非大缺菜 否則是拍不到所謂的上架 價格都不漂亮 這價格的不好對不對 為什麼 你每個人在要聽我的 對不對 你怕要來北農 買東西要來拍賣什麼 你要聽我的 難怪有時候議員說 北農掌握的價格 拍賣跟藥檢的兩大武器 對 因為拍賣價格跟藥檢兩個 是對於我今天這個蔬菜 蔬果進來之後 整個的那個什麼 水果上漲的價錢是多少 它是決定性的那個 所以你看 這兩大武器掐了之後 就全台的那個農民的經濟命脈 對不對 所以說農委會用劉慧 他這次就是什麼 因為接下來要開始審議的是誰 要開始選出來的 就是總經理的人選 董事長 總經理人選 那你農委會竟然要求他的那個 股東有沒有 全部離席 退席 就是讓你接下來的人 很粗暴的方法 對 人選難產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建設有當初期 你今天沒辦法做事情 叫農民給推翻之後 你竟然還覺得說 我的人選應該要由我來決定 這真的是農委會 如果是要接下來硬幹 蠻幹的話 我說實在話 接下來的話 陳吉仲應該要下台負責 好 民進黨最近真的是 頭皮膚在燒 幾個地雷要拆 那當然今天在政壇當中 討論罪路最高就是 總統府的發言人古拉斯 他爆出了不倫念 那我想問一下洪威姐 既然說啦 男女雙方都否認 沒有發生預舉的行為 沒有親密的行為 但是為什麼要辭職 沒有錯啊 就這件事情 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相關的證據來說 你今天到底是相信 這個理性隨乎的太太 還是會相信古拉斯 跟這個理性隨乎呢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有很多的稀巧 為什麼要這樣子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如果你的交往狀況 很多時候你可能在你的一些社群平台 不管在臉書或在IG 他很怕裡面有一些 蛛絲馬跡被人家抓到 一定是這樣子嘛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很坦蕩蕩的 為什麼要把臉書關閉 然後讓大家沒有辦法再去搜尋你過去 所有你的社群平台裡面的照片 所以這代表心裡面有鬼嘛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 我覺得他還有是說謊 就是因為今天 他的這個理性隨乎的太太 他也發了發表了四百多字的一封 陳情書 他跟誰陳情呢 他跟蔡英文陳情 跟賴清德陳情 他求民進黨要把他的老公還給他 因為他說 事實上古拉斯 早就知道他的婚姻狀態 而且他的先生也好幾次跟他講說 絕對不能夠揭發他跟古拉斯之間的關係 不然的話古拉斯會身敗名裂 然後他先生也跟他就是尋死尋活的 所以古拉斯你敢說 你不知道他的婚姻狀態 你不知道他是已婚的嗎 你不知道就說 這些事情事實上對他的家庭 是造成傷害的嗎 如果到現在你還可以臉不紅氣不喘 然後繼續的說謊 這就是我們的總統府發言人 所以我就在想說 請問一下民進黨政府 他們選擇發言人 真的是嚴選 因為你大家都知道 發言人就是政府的化妝師 那你講的話 照理講大家應該相信你 可是你想想看 過去包含丁羽公 大家說這是才幹過人的發言人 他一樣是搞外遇 而且還讓對方來墮胎 那最近前不久的這個陳忠燕 是行政院的發言人 他還涉嫌接受性招待 現在再來一個古拉斯 而且他是當過行政院 民進黨跟現在的總統府發言人 一路被栽培上來 你看今天這個理性隨乎的太太 照理說現在她是總統府發言人 她不是只有跟蔡英文成情 她也跟賴清德成情 因為她非常清楚知道 賴清德你現在是要選總統的候選人 那麼你對這件事情 你要做什麼樣的處理 所以我相信今天在第一時間 他們就處理了古拉斯 而且就如同這個理性隨乎的太太所講的 你覺得蔡英文或者是賴清德 他們是今天媒體報導出來 他們才知道嗎 不會 一定是之前就已經有相關的風聲 他們必須做緊急的處理 選案 封擊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全民君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